怎么样做出评论 然后自己也吸收到一些经验 为我们第一个作业员 李金梅会友做评论的 是本会的文教 李清昌 同级高级讲员 同级高级领袖 有请李清昌会友 为李金梅这个面子问题做评论 有请李清昌 谢谢思宜 大家晚上好 金梅会友你好 今天金梅会友完成了他的作业二 组织演讲 组织演讲是上一本书 最近的这本书 我们叫条理分明 条理分明主要 作业员要有三个重点 第一个 要一个很好的开口牌 还有一段证文 接下来要有一个很精彩的结束语 在之中呢 如果你有一些支持材料 会更好 让观众更详细 你今天 你的开场牌 你用了一个最近发生的故事 明星的故事 知道我是谁吗 还有 你认为这个面子是一个人性的问题 接下来 你还把它当作 有些人为了爱面子 不敢承认错误 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场牌 在你代入证文的时候 你分成两段故事 一个是现代人爱面子的故事 接下来那段是古代人爱面子的故事 现代人爱面子的故事 你本身作为你的例子 八个人去到日本的京都 当你还没有去订餐馆的时候 你就进入一间餐馆 然后我发现 哇 食物是这样养贵的 有日本黑的牛肉 还有松露汤 你看了菜单的价钱之后 一个人平时要七八百块钱 后来 那个小菜一端出来 喝了吃了怎么办 至少你还会做人 给他一点小费 走出来 招待还很客气 很礼貌的 招呼他 很迎送 这是现代人爱面子的故事 古代人爱面子的故事 告诉我们三国野地 周园跟诸葛亮相争的故事 这个不用重讲 还有那个 项羽跟牛邦相斗 后来项羽张败 自杀了 为了爱面子 也是引起 这是古代人爱面子的故事 有点差别 所以你的政府也是 介绍得很好 到了 我先给你一些小小的建议 就是说 你的那个知识材料 如果你能够加强一点 比如说 那个黑色牛肉 或者什么生物 它很样贵 你可以放一些 在简报给我们 观赏一下 告诉我们 这个为什么 这样贵的一个食物 价钱 第三个 第二个建议是说 你在结束你的那一段 你可以再加强 你用的是好像 面子是我们的内涵 但是你用形容到最后 你要去化妆美容 变成一个外表的 这个面容的表现 是我们的外观 变成有点离体 你要加强 面子 是不是我们重要呢 我们要控制自己 要加强我们的 充斥学习能力 面子对我们重要吗 其实你在这本成本 走出来的那一刻 已经证明 你已经成功了 面子对你 可能是 看得开了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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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